台湾骑士黑家家参加日本东京举办的 善心碑世界女子围棋最强战拿下第三名 她专注的神情被日本媒体大赞 是千年仅一人的美女骑士 今年才24岁黑家家是台澳混血 6岁学棋 7岁立志当职业骑士 8岁师从职业国手林圣贤 黑家家的风格就比较理智一点的 所以她就比较适合下棋 台湾骑士在世界发光的不少 像是张许曾经拿下日本棋圣头衔 周俊勋也有红面棋王封号 才21岁的许家园去年拿下棋圣头衔 而他们都是从小来台湾接触围棋 但之后不是到日本 就是到中国来接受围棋教育 慢一点起步 所以高手比较少你这个磨练的机会接触 在最上层的部分比较不容易接触到 而台湾很多孩子许多面临升学压力 往往被迫中断学习围棋 台北大安国中围棋专班也因此催生 学习围棋也不荒废学业 今年六月要迈入第十届 有种遗憾 为什么这群孩子他们不是跟留台湾 所以我们当时就希望说 台湾的孩子应该留在台湾发展 虽然用心栽培 但国内每年大小赛事总奖金只有三千多万 职业选手却有近一百人 要走职业选手之路困境不小 也让这些在国际争出一片天的歧视 格外令人敬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